第二轮的检验 我们的书法机器人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在比拼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这件作品 天下第二新书 是唐代的颜真卿 他写的 祭奠他的侄儿的 一篇祭文的草稿 这件作品呢 在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以感觉到 他的情趣还是比较平静的 前面的影子写完以后 进入祭文的正文 正文是第七行开始的 维尔挺生 素标诱德 那这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 但是被叛军残酷地杀害了 这种痛心 那是无以复加 所以写的时候呢 整个的情绪就随着这种文词的进展 然后不断地上升 我们感觉到那种T4交流 悲愤无法抑制的感觉 最后一行几乎是草书 而且是狂吵的那种角色 这件作品打动了无数代的人们 里面包含的激情的 还不仅是它的强度 而且是它感情的推移 跟文字的这种推移 结合在一起 这当然是中国书法史上顶级的作品 书法是抒情写意的艺术 从古至今的大量书法墨迹中 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 书写创作者的经验和情感 书法家在进行辉豪的时候 进行融入当时的情感表达 是情感表达成为书法创作的核心内容 所以在优秀的书法作品中 技法和情感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今天我们的创作 当然是一个初级程度的创作 我们的机制代表长出了一口气 因为要模仿这个机制文件 这个对机制人比较困难了 这只是给大家打一个样 就是按照这样的情绪来写三句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三句话 留取担心赵汉青 是爱国诗人文天祥的经典名句 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之情 以及舍失去意的人生观 侄子之手 鱼子偕老 都用来形容爱情的永恒 表达恋人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观 日久他乡及故乡 以游子的视角 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传递出游子对亲人的眷恋 这三个题目考验的是 书写者对诗句内涵的理解 以及对人类情感的体验和表达 两位超级检验员和书法机器人 各自从大屏幕中的三句话选择一句 带着对句子的理解 利用自己最擅长的书题进行创作 创作结束后进行展示 由现场观众进行投票 选出自己认为是书法机器人的作品 若书法机器人未被选中 则通过检验 机器人不具备情绪世界观人生观之类的东西 我们训练机器人在轨迹优化这块做了很多的学习来实现 主要也是为了在工艺上使用 是不具备情绪的 这个不在我们的训练范畴之内 在他的认知里 这些文字都是一个个的线条和坐标 今晚他学习了那么多的书法字体 但是具体能不能写出有情绪的书法 我也是很忐忑的 三位嘉宾给出你们的判断 请大胆预测 他会写草书吗 都会 他要写个草书他不就暴露了吗 人家这两位擅长的都是行书和楷书 不过他们说的是擅长的 应该是每种字体都会的 所以白雪你的选择是 我还是要选记不如人 还是记不如人 我也选记不如人 我们上一局输得那么惨 还选记不如人 我真觉得不一定 因为毕竟最后 这个判别标准实在太难掌握了 我这一次选机智过人 好 宣布 检验开始 他有一个滑轨 他写完一个滑回去 站摸 然后再过来再写 他还有一下填笔的动作是吧 对 站一下 还要在那个边上填一下 完全模仿人的写书吧 他怎么不放到嘴里再填一下 有很多人写毛笔字 有这个习惯 放到嘴里作业 填一下 创作当然难度非常的高 因为它不是一个机械的 每一个字你练好以后 凭记忆 然后把它凑起来 成为一行诗句 或者一件作品 实际上每一笔 每一个字 它都根据前面的 完全的状况 节奏的情况 让我决定下面的动作 或者是结构 因为机器人学习 必须有这个参照和样本 去对它进行评价 所以对它来说 创造出一种字体 或者创造出一种艺术风格 对目前的机器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毕竟是机器嘛 机器人它很难去表达 自己的一种情感 不是说我们写字 就能带有多少 很强烈的情感去里面 但是很多东西 它还是表达不出来的 就比如说 人的那种触觉的敏锐度 比机器要敏锐得多 而且人在一拿到毛笔的时候 当它第一根笔号 接触到纸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 跟我要写这个字之间 要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机器呢 它是冷冰冰的 它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即兴创作方面 如果机器人创作的话 就跟我们平时的一些 极字创作是一样的 它只是单纯的把 古代某一个名家的字 来提取出来 它并不是通过 整体的一个要求来述写它 所以我觉得在机兴创作方面 我们是可以战胜机器的 它靠计算也是可以的 我们有一位超级演员 现在已经完成了图写 好 它就这样就停在这了 这就是写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扫描的结果 我们把三幅作品投屏 我们看到三幅作品 一 二 三已经打乱了顺序 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 数字的结果如何 反正我个人在看到2号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我写的 我说2号好像跟我们平时 感觉到的书法作品不太一样 尤其是当中它这个 个别字的处理 这个比例 位置 感觉好像不像我们想的那么 是个中规中矩的书法作品 因为水平它稍微重要 对 它有一些落差的东西 是它刻意地处理吗 我相信我们场上的两位选手 如果这个2号作品是你们写的 它们一定是有用意 但是我怎么也感觉不到玄妙 那3号就不用说了 显然墨不够 第一个 我特别饱满 对 而且3号的这个字体和那个处理方案 我天 胆子好大 而且你要不知道的话 你都不好念 你搞不好念成敌取担心 照你轻 照你早 照你早 小三 你觉得几 我觉得三 我也觉得三是几人写的 我觉得第三个已经脱离 两位人类选手的那个 写书法的安全区了 因为它写一个这么不同的风格 我觉得不应该是人类在场上 会使的招 所以我觉得它更像机器 这三句话写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情感 第一个好像没有让我有 这样的一个情感反应 第二第三都有一点相情 或者是爱国情 我觉得第一个 请现场的观众 仔细地观察 你们认为哪一幅是机器人创作的作品 请投下你们手中的一票 投票时间到 那我们的观众的选择 结果已经产生了 我们暂时不公布 再来问一下我们的邱教授 邱教授不停地看三位嘉宾 你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实际上它判断好坏的时候 它头脑里会积存很多过去看过的印象 你即使不调出来 它潜意识会出作用 所以它平板好坏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不要你说 它潜意识就上来 所以看这三个字的话 第二个不容易写出来 因为写字非常难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在于毛笔的笔头是软的 这对机器人也很困难 软的时候实际上它的弹性呢 并不是像你理想的一样这样 机器人它一般是按理想的设计的 写完就弹回到原处 实际不可能的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 大部分人不知道的秘密 毛笔的笔号 每一根它的性能都不一样 会这么微妙 而且每一根笔号上它都有道刺 有不同方向的道刺 我说这些实际上是想说明 我们控制一支笔的时候 哪怕这支笔你用得非常熟悉 用了很多年 它每天的性能不一样 而且它在方向发生转弯的时候 你要很细心地控制 这是写字最难的地方 如果不要转方向 你很容易拿去笔调整好方向 你闭着眼睛写这一笔都符合要求 一转换方向它出问题 所以转换方向的控制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人练过几年次 水平怎么样 如果我从艺术水平来讲的话呢 就是第三个是最差的 因为学过书法的人 要写出第三条字的话 那这个人是非常有创造性的 我现在还没见过这样的学生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场观众投票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 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书法机器人 我从艺术水平来讲 第三个是最差的 果然 非常遗憾 我们的书法机器人 没有通过这一轮的检测 我们的书法机器人